大家好 现在发生的NBA NBA遭到中国的全面抵制 10月10号就是今天 在上海是有蓝网与胡人的球迷都到场了 然后记者会取消了 自由保安在哪个地方转来转去 就是蓝网是马云 马云不是有一个副总裁吗 是来自宝岛台湾的 他是蓝网的 购买了40%的股权 他的大股权 他这点正乱还急着来消火 然后胡人是大家比较喜欢球队 勒布朗23号 不能仅仅拿着23号这个球衣来 但是寒卡了 然后哈登 两天前他在说 我们爱中国 我们每年都要去中国一两次 哈登现在也带口 现在是抵制NBA的中国企业在 抵制NBA的中国企业在增加 增加到20多家 首先是蓝鞋 姚明 姚明和墨雷 姚明在的时候 墨雷就是总经理的 但是他是比较年轻 而且现在NBA的主席 换了个光头西佛 他以前是个 给姚明筛牌的时候 是个小个子 小个子 现在已经换了 20家中国的企业 中子于NBA的合作 NBA现在它就是 现在NBA它是这次损失比较大 特别是火箭 以前是火箭 那个腾讯呀 CVTV呀 都要转播它的比赛 现在不转播了 他那个转播费呀 广告费呀 赞助商都会减少 有12个品牌公司 宣布中子或者暂停 与NBA合作 分别是安踏 长虹 邪城 德克士 伊嗨 康师傅 美玲 猛牛 米姑 无尊 小影科技 东风日产 NBA 中国的品牌的全部 包括普发银行 李宁体育 Volvo手机 瑞星咖啡 你我带 匹克 英雄护育 淘宝 京东 与NBA不同关系的 也进行了抵制 现在在NBA 北京的旗舰店 现在的球一 那次已经火箭队的商品 已经全部的下架 淘宝上那个东西也是下架了 现在球一就剩了 就剩到姚明的个 十一号球一 姚明的十一号球一 没有下 这是这一次是个统一的行动 王府井的旗舰店 生意受降 王府井街上主要是游客 进入里面的客人比较少 现在的店员比客人多 他的门前也停着几个公安的车辆 外地游客说 这个时候还是先不买 咱们再看看吧 据估算 失去中国市场 火箭队将损失每年4亿美元 和5600万美元的损失 NBA损失可能更大 火箭队一个队可以损失 4亿美元就是 它的直接损失 然后 这一次说 NBA一边可口声声 需要中国14亿的大市场 另一方面 又在做一些损害 损害这个利益的事情 所以说这一次 姚明等于是 火箭 虽然是叫美国休斯顿火箭队 实际上是有姚明在 大家都把它变成了一个 中国的火箭队 去支持他 去买他球衣 去买他球票 去大量的赞助商 去赞助姚明 而且姚明之后 林初豪也是去过 曾经去过火箭队 在火箭队得了球衣 而且每年火箭 会去 中国去 进行季前赛 去逃进 几个城市 代言拿到手软 因为大家都认这个火箭 看在姚明的面子上 都认这个火箭 所以把火箭做为自己 所以莫雷就在 推特上面发了短短的两句话 然后就酝酿了一场大火 酝酿了一场大火 然后就是 火箭直接损失 4亿 5600万美元 NBA的损失更大 因为有很多是 NBA进行了直接 或者间接的那种 投资的 有投资效益的 所以说 而且正在研发 然后大家说 这个 林初豪现在去了北京 与北京已经签约 北京首钢已经签约 林初豪已经到了中国 而且 记者在访问林初豪 林初豪很有可能就是 加入中国国籍 去替中国队出场 因为NBA 就是 美国队是个梦之队 很多的 像詹姆斯 很多的球员 像凯瑞 就是30号 进入勇士的凯瑞 可以进入 但是林初豪 他是轮不到的 所以 他要是 身批中国的战袍 出现的话 是 有可能的 他可能要 询问这个事情 他说 也不是他一人之力 所以 林初豪已经转换跑道 已经到了CBA 去做了 所以 NBA这边实际上是一种 对 中国球迷来说 是一种 就是 有感情 如果好好的维持 维持的话 大家还会继续看转播 如果出现突发的事件 像莫雷 莫雷这一次出现的 这种事件 酝酿大的话 然后就是 会 火烧没冒 火烧 然后 那个 就是NBA的总裁 现在是 西佛 西佛他是要去上海 去灭火了 他去 点燃了以后 他去 要把这个灭 怎么把保住 他们的经济利益 他们这种 属于大财团 大资本家 NBA嘛 一个大的系统 关系到很多人的 吃饭的 东西 关系到球员呀 关系到老板的盈利呀 特别是蓝网 你像蓝网是 是华裔的老板 老板在那个 在里面 所以说 存在着问题 中国的市场 切掉这么大一块 整个就把你给切断了 腾讯也不转播了 CGTVs也不转播了 然后周边的产品 卖不了了 然后季前赛 取消了 不看了 或者看也是 球迷寥寥寥了 然后球迷就万而却步了 就是 你NBA在北京啊 在上海 设那个旗舰店 卖那个NBA相关的 籃球啊 球衣啊 喜欢的球衣啊 球迷则喜欢的 因为 就火箭 他是用中文 写火箭 金周勇士 写个勇士 用中文 用汉字写的 美国人这个汉字 还是 还是比较喜欢的 喜欢这个汉字 喜欢表达 他也表达与中国的感情嘛 特别像哈登前两天 两天前就说 我们爱中国 爱中国人 也爱中国的人民币 因为 中国是 NBA的巨大的市场 在东方子巨大的市场 有这个 有这个很 很很很 很渊源的联系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 这就是我们在 在美国给大家带来的 以前的报道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你点赞 评论和分享 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谢谢 我们会接下来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 节目 祝你周末快乐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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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